的确是海外留学生越是更大 因为作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 我们留学海外必然失去国内很多机会 以及在国内能培养的能力 所以我就想问您一下 我们这种劣势最大的体现在哪一方面 如果现在已经在海外了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来庆免这种劣势 我觉得这最大的劣势是什么呢 因为国外做事的方式方法跟国内是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国外做什么事情都很按部就班 也就是说不太讲人情味 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海外留学最大的劣势就是人情味 所以就说所谓咱讲的情商 所以就说还得多回国 多跟你的那些我就讲了学习不好的那些同学 多跟他们交流 多跟他们学习 要非常非常虚心 我觉得把这部分的能力培养起来之后 我觉得其他方面的话 毕竟在海外留学 还是接触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东西 还是接触的多一些 因为国内其实在国内待久的话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原创性在减弱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内总是大家 因为版权 知识产权保护不利 所以原创是很吃亏的 所以咱都不原创了 咱就学习和拿来主义 然后山寨 这是咱们的国内的文化和思想 所以为什么新的东西 先进的东西在国内很难出现 就是因为这种山寨文化 导致先进的东西很难出现 所以在国外多学点人家好的创意 多学点人家好的思想 好的这些东西 拿回来还是有用的